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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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傑文集 欢迎来到越来越卢 那么今天会发现 我的这个最佳伙伴 这个秀芳 今天没有在 他休假去了 所以我算是篡位成功 今天独占主播台 一则以喜 一则以忧 因為我知道大家會很想念秀芳 可能看到我 沒看到秀芳就轉台了 所以我在這邊特別呼籲一下 大家就稍微忍耐稍安勿躁 那麼繼續看下去 看看我今天要談些什麼 當然還是照我們老規矩 一開始我們先來點名一下 已經有68位朋友在了 那麼今天很多朋友知道 秀芳休假好 所以今天自己也沒有來了 所以看起來好像上網情形 不是很像網強那麼熱烈 謝謝 不過還是有很多朋友來捧場 謝謝 那麼我們先感謝我們的這個班長 HUCY 11點27分 第一名HUCY第二名桂林第三名 全民第四名彩晶 第五名Rolland C 第六名翼翔 第七名正義 第八名李宇 第九名利宏 第十名翼龍 然後呢 哎 Ben知道今天借老師Solo 哎呀真的是任重道遠啊 這個平常有這個秀芳在 好我們這個 他承擔了很多這些啊 我們這個談論主題的重任 那今天這個我一個人就感覺到 真的是好像單子很重 希望大家還多多的這個包容 能夠多多鼓勵 那麼謝謝這個金群 還有這個Kelvin Singh 李宗盛 智晨 慶依 Jack Shea 對沒錯 今天只有借大使一個人 辛苦了 謝謝 謝謝你給我的這個鼓勵 哇 Jack Shea的斗內已經進來了 他說 借大使午安 今天秀芳美女不在 您一個人獨挑大樑 您辛苦了 加油 謝謝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鼓勵 讓我感覺到好 這個力量好 這個渾身好像就就發起來了 Oh Impossible Oh Impossible Oh Impossible的這個 標題他說 房租 房租關係 贏8000含稅 海選搶租 火爆未農 謝謝 謝謝 利菲也來了 然後自成 然後謝謝肅賢 謝謝你的斗內 借大使午安加油 謝謝 我會好好的努力 然後呢 Oh Impossible 這個留言 他說 我不會 我不會秀芳迷 我是福爾摩斯迷 8000梗不能亡 謝謝 也謝謝Ben 謝謝你的斗內 Jack Shea說 借大使不要太坦白 沒辦法 我這個人就是 有什麼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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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就是比較坦白 那我會注意不要太坦白 謝謝 還有昌7656895 謝謝老鄉加油 總謝謝謝謝 然後這個 還有靜莫玄冠 謝謝 傑老師辛苦了 不會 今天 我們現在就步入正題吧 那麼今天會跟各位談兩個主題 第一個談一下就是中非關係 大陸跟這個菲律賓的關係是不是到了一個攤牌的階段 這個是我們這個在關注好這個國際政治變動的時候 我們很關注的一個最近的一個變相 然後第二個我們會談一下這個昨天呢 在美國啊 這個川普跟賀錦麗辯論的事情 我們做一個跟各位做一個我個人的解析啦 就是說好我們現在來先言歸正段談我們的第一個主題啊 就是是不是中非關係要面臨攤牌了 那我覺得就是說是沒有錯 這個9月10號的時候我們看大陸的這個人民日報 這個網站上突然一條消息出來 他說啊這個中美兩國啊戰區司令員 那麼通視訊電話就雙方關切的事項 近期坦白的這個啊 這個深入的溝通啊 那9月而這個新聞就發在10月啊 9月10號那而且是上午發的 而上午剛剛講完話就發了這個新聞 而在這個新聞的前一天 10月9號人民日報刊出一篇文章 就警告菲律賓說啊這個呢呼籲啊這個菲律賓啊懸崖勒馬 在這個掀兵礁上的那一艘菲律賓的9701號海警團啊不要在那邊再拖了哎你不要赴雨頑抗 然後呢還在那邊啊想要試圖啊霸佔中國的领土 那麼警告最後呢說你如果要踩紅線的話 菲律賓啊你會成為這個啊端上桌子的魚啊 所以呢這個警告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所以9號的警告之後呢這個10號我們就看到了哇 這個美國的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啊帕帕了 這個美國的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啊帕帕帕帕 Misahan 跟中國南部戰區的司令員 вообще 吳雅南就視訊通話了可見這個事情啊已經到了一個關鍵點了 那真正的所所謂的啊這一場南海衝突啊 尤其是在目前在先兵教这个冲突 背后的营武者 也就是美国终于走到台面上 站到第一线 那么跟中国大陆的 这个南部军区的司令员 面对面的 主要的问题 我认为就是谈这个南海的冲突 中非冲突的问题 为什么由美国出来谈呢 那就很清楚啊 南海的这个目前这些风风雨雨 尤其菲律宾的这些小动作 在这边侵犯中国领土的行为 都是美国受益的 所以真正的在制造纷乱是美国 所以到了关键时刻 美国就怎么样 垂帘听证的帘子一掀 自己就走出来了 跟中国大陆来面对面的来谈 那讲到这个目前的这个 情势的发展呢 可以说是相当的紧张啊 到了一个关键点 那么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过去的两个月当中 那么事实上已经拖了很久的中非 之间大陆跟菲律宾之间 在这个南海的冲突啊 都到了怎么样 中国大陆要清场的阶段 也就是说 两艘船的问题 一艘是马德雷山这个啊 这一艘烂船 哎呀菲律宾啊用无赖的手法停在中国的这个这个仁爱礁上做贪做贪了二三十年那快要解体了他想要在上面怎么样加固中国大陆事实上不同意所以呢有过激烈的冲突那再接下来菲律宾马德雷三号唱不了戏的时候又跑到 先兵礁又把他的一艘怎么最大的两艘海警团日本人送的2020年送的最大的两艘其中一艘9701号放在这个哈 先兵礁已经在那里面待了四个多月了赖着不走所以呢很可能变成怎么样马德雷三号的接班人所以中国大陆也下手了什么时候下手8月31号哎所以呢我们有两个日子啊必须要记得很清楚一个是今年的6月17号在仁爱礁上中国大陆怎么样这个哈不再怎么样费尽唇 直接出手哎把菲律宾痛痛打一顿6月17号然后呢8月31号也采取强制的手段事实上让已经在啊这个仙兵礁在里面赖了四个多月的菲律宾的9701号3000吨海警船好起毛然后离开他现在过去四个月待的那个地点移开了两两个公里这两公里可不是他自愿移的我的推断啊 是被中国大陆好既好推又拉的拖走了哎不过没有哎在进一步的发展那这两件事情其实说实话应该是冲突到是真正冲突的时候呢菲律宾方面呢因为是菲律宾吃亏嘛菲律宾方面反而新闻的怎么叫新闻的宣传手法異常的低调 所以呢也就是说他每次他认为他占了便宜的事情啊他才会大张旗鼓的做新闻新闻的宣告可是啊他吃亏的事他就闷闷不吭气了因为为什么现在的国际关系啊都跟国内关系啊国内的情势啊息息相关 如果说菲律宾在南海被中国大陆痛偶修理这个事情传到菲律宾的话那小马克斯会认为他在菲律宾的国内的声望会受损所以呢他这种事情啊挨打了他就不吭气 占一点小便宜啊他就要大张旗鼓了大大势的宣传这是一个啊我们过去观察菲律宾啊在处理这个南海冲突上啊他的一些伎俩就这样 那我们要看这些南海冲突为什么有这样激烈的冲突啊其实我们就稍微回溯一下啊这个南海的这个岛礁啊这个领土争端的一些啊过去的历史很简短的回顾一下 花个一三五分钟啊南海上面一共有四个重要的群岛最重要还是这个啊可以居人的三个地方一个是西沙群岛现在就是中国大陆的永兴岛那大陆对西沙群岛是完全的控制那永兴岛现在也已经有设置行政区啊有学校啊有这个村落了那么已经在中国大陆完全大陆完全的控制下另外还有一个东沙群岛 东沙群岛靠近高雄比较近所以现在在台湾我们的手上呢完全的控制我们也派了这个海巡的部队住在上面南沙群岛事实上的话它有两个最大天然形成的刀粒一个0.5公里啊一个0.5平方公里一个0.4平方公里那其他都是比较小的啊都是礁石啊大一点后来要靠填海 可是不需填海里面人就可以住上去而且有天然啊有这个淡水供应两个大岛一个是太平岛一个是什么中叶岛太平岛现在我们台湾的控制之下中叶岛在哪里呢中叶岛被菲律宾控制所以呢呃为什么太平岛被我们台湾控制呢 其实啊抗战胜利以后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啊事实上当时啊我们啊的中国政府好就曾经派了哈四艘军舰在1946年的10月20号去巡回南海尤其南沙群岛这四个军舰一个中叶号一个什么永兴号一个太平号一个中叶号四艘军舰去什么收回国土 啊把这个哈从这些哈名宋代开始就属于中国这个哈这个哈经略的这个南海沙群岛啊收归中国的版图那事实上的话那么1946年的12月12号当时呢太平舰就是这一次哈去收收回南海国土的四艘军舰一个到达了这个太平岛所以太平岛就命名为靠用中太平岛 太平舰的名义哈命名为太平岛而且呢啊接收以后立碑第二年的三月呢派海军陆战队驻守那同样的情况呢中叶岛呢也在这个时间呢因为中叶舰接手然后呢接收以后立碑然后三月的时候派了什么派了海军陆战队驻守那就是说这是近代中国大陆正式对南海诸岛开始怎么样正式经略了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里程碑啦可是呢1950年的5月的时候虽然啊我们曾经派陆战队在那里可是因为那时候两岸的这个内战的关系哈当时啊我们就把这个军队啊撤回来了1950年的5月撤回来那么哈中间有一段时间菲律宾就蠢蠢欲动可是菲律宾想要这些岛它没有那个实力 所以1950到1956哈这个中间大概6年的时间哈这些岛就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的驻军在上面可是呢56年的时候当时台湾又又怎么讲又决定去回去哈派海军陆战队在驻守过去我们派的在南沙群有两个岛一个太平岛一个中叶岛太平岛一直到现在 还是我们的这个哈在我们中国人的手里面哈那我曾经上过那个岛那个岛有0.5平方公里大然后里面呢有天然的水井然后还有妈祖庙还有怎么样还有就是说我们海巡部队哈上百名官军啊住在那里然后有一个中间有一个海旅海军的有一个哈跑道可以起降飞机那么从高从台湾南部的屏东机场 啊坐这个西腰山洞运输机哈单程飞过去四个小时我那次就是呃从屏东机场坐飞机然后到了这个这个太平岛所以我青春去过太平岛啊那印象很深刻那另外一个岛各位就是说那中叶岛到哪去了中叶岛对不起中叶岛在1971年的时候当时呢有个重大重大台风 去到这个南沙群岛那当时驻守的我们的军队呢就说暂时好离开啊都都撤到这个太平岛结果呢撤离之后呢就菲律宾趁虚而入就把军队派上去了那之后呢那个时候呃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的说法啦那个时候这个为了顾及哈跟菲律宾的邦交啊就没有把这个岛再要回来就被菲律宾就占领至今 中叶岛中叶岛那中叶岛因为被它占领以后啊才会有这怎么样才会有这两个后来仁爱礁跟现在先兵礁的问题因为呢仁爱礁跟先兵礁距中叶岛相当的近所以呢菲律宾是在这个南沙群岛它是有一个据点的我刚刚讲太平岛有0.5平方公里你知道中叶岛有多大中叶岛0.4平方公里什么概念呢上面可以住一两百个人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呢在上面还可以怎么样可以办个运动会相当相当相当的大啊0.5平方公里不小的哎不是不是小的一个一个岛所以呢所以呢菲律宾就在中叶岛上它也怎么样吹沙它也怎么样盖了机场啊修了跑道然后再派军队然后还有人柱在上面所以呢菲律宾对于南沙群岛它也是做了很多的怎么讲做了做了想要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永久 永久的经营啦那这个是我讲中叶岛啊就是太平岛跟中叶岛的两个历史背景那么中国大陆事实上在这个60年代70年开始侵略南海开始侵略南海那么南沙就说这个中间最主要第一个先把西沙群岛的问题解决所以呢在1974年的时候呢就跟当时的南越政府发生了南沙海战啊西沙海战 西沙海战中国大陆打赢了所以把西沙群岛的全全境呢都完全控制住了还有今天西沙群岛没有什么大的领土争端的原因那另外一方面在这个1988年的3月14号呢当时的南北越已经统一了那时候现在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啊就跟中国大陆在南沙上面啊又发生过一场这个啊南沙海战那么 那么中国大陆也是大活全盛所以呢中国大陆在南沙过确实打过两场在这个南海打过两场战争确定了在这个啊整个南海租岛的这个啊影响力跟发言权啊那随着这个中国大陆对南南海啊租岛的重视以后呢2015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用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就在南海啊 这个南沙群岛啊吹沙建岛建立了三个岛这三个岛一个是什么永蜀礁啊主币是永蜀岛主币岛跟什么美济岛这三个岛现在都是南沙中国大岛啊大概都有五平方公里大我刚刚讲就是说太平岛是天然形成的南南沙群岛唯一几个天然形成两个天然形成岛才0.5平方公里啊 大陆填这个三个岛呢都将近五平方公里啊等于说太平岛的十倍大那这个太平岛的这个啊这个好这个美济岛呢事实上离后来菲律宾在这个仁爱礁呢这个这个只有啊差不多十几海里而已非常的近所以呢就是说大陆这个吹沙建岛一完成以后在接那个2015年这个 吹沙建岛啊2016年呢当时的菲律宾政府呢就把这个啊南海的争端啊送到了嘛送到海国际海洋法庭那么菲律宾知道玩硬的不行啦想要这个跟中国大家硬碰硬不行啦所以呢还是仲裁那么虽然呢呃在美国跟日本的帮助下啊得到了菲律宾想要的这个仲裁的结果可是你想想看我们对仲裁都有观念啊 仲裁是两个争端当事人把案子送到仲裁法庭 怎么可能有一个争端当事人就可以把案子送到仲裁法庭呢 如果说没有双方的当事人意愿同意之下 仲裁法庭是没有不可能开的啊 可是这个仲裁居然在中国抓到缺席的方向 他居然还可以做裁决 这是个完全违反国际法基本的这个道理 所以是单方面的意识表现是一个中国大陆从来没有承认 大陆方面从来没有承认的 那可是呢这个中非之间在南海的这个好 这个争执就越来越冲突的越来越大 可是那2016年菲律宾国内政局改变 从2016年开始杜特蒂总统上台 他在南海时候一改过去菲律宾 直接跟中国大陆冲突的他各自争议 各自争议 所以这个问题就没有爆开 那么这个六年的时间 所以呢当时在这个南沙群岛中非之间的 这个好过去的这个风风雨雨 就暂时好烟消云散 可是等到2023年 这个小马可思回来的时候 他又开始好救世冲提 所以呢南沙又变成怎么样 这个冲突的这个什么 这个好又变成什么 又变成了多四之丘了 那菲律宾在这个南沙 他基本上呢 这个南海上他有三个着力点 一个是黄岩岛 这比较靠近吕宋岛 比较跟这个好菲律宾的本土 最大岛比较近 这个我们今天不谈 可是在南海部分 有两个礁 这两个礁一个是什么 仁爱礁一个是 先兵礁这是目前 菲律宾跟中国大陆冲突的焦点的两个礁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仁爱礁 仁爱礁事实上菲律宾在19 大概99年的时候 拖了一艘烂船叫马德雷三号 他把那艘烂船放到那个 仁爱礁上面去就把那艘船就放在那边 叫做贪不走 因为那艘船事实上 二次世界上舊船 对他来讲根本就没有军事价值 等于说烂船就放在那边 做一种主权的宣誓 然后呢就是用赖皮的手法 一直赖在里面不拖走 那就变成仁爱礁就变成一个中非冲突 海南海冲突一个焦点 那么这个中间经过了很多次的冲突 非常多次的冲突 可是呢真正比较平缓 是从我刚刚讲就是杜特蒂 2016年当选以后这六年 基本上就比较怎么样 比较没有冲突 可是这个小马克斯上来 他又开始了 他又开始了 那开始挑战中国在南沙的主权 那这艘船快要烂了 可是呢他不断不断的怎么样 要上去什么 加固要给他送一些建材 水泥钢筋都要送上去 本来中国大陆这艘船就一致告诉 菲律宾这艘船是侵占中国领土的 你要把它拖走 你要把它解决 那后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这艘船你不去解决它快要烂掉了 可是菲律宾就开始运补 那而且运补的动作越来越大 加上小马克斯上台以后 态度越来越强硬 过去呢 小马克斯不成事 其实呢杜特蒂跟当时大陆 事实上有一个怎么样 有一个君子协议 也就是说他还是对马德雷山上 作行运补 因为上面有七个 这个海军陆战队的菲律宾海军战队 常驻在那个船上 然后呢可是运补呢 运补要得到中国大陆的同意 另外呢你运补的内容啊 要中国经过大陆的这个啊 检视才让你上去 可是呢到了小马克斯上来 他就不承认了 所以呢就开始啊 又运什么建材 又运水泥啊 准备把马德雷山号 一个快腐烂的破产 要把它重新自顾起来 甚至想要在怎么样 仁爱礁上面建立永久的什么 永久的性的建筑 也就是说啊从赖着不走啊 变成啊 距地为己 距为己地了 那所以这个冲突就越来越加剧 这中间我们看到有很多多次啊 这个啊中国大陆驱离的 这个中国大陆啊 这个啊跟这个菲律宾的 这些要运补船啊 产生冲撞的 可是呢整个世界 到菲律宾不断的升高 对马德雷山号的运补的时候 到了6月19号 今年6月17号到了一个最后一个什么 一个啊决战点 菲律宾派了60名的啊 所谓的特战部队 有6艘快艇 往这个马德雷山冲 要冲破中国大陆的啊 啊海警的防线 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出重手 几乎啊把他这个60名的海警队啊 可以啊所以的话 没有说全部歼灭啊 全部给他怎么样 击溃了 而且呢照报导啊 这菲律宾的这些特战部队 还被中国大陆怎么样 暂时怎么样 把他控制住 基本上就等于把他当作战俘处理了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啊 中国大陆用冷兵器 那么因为双方有这个 有这个直接的接触啊 一名菲律宾的特战队员啊 他的手指还断了一截 可是呢没有热兵器的冲突 就是冷兵器 我们看到菲律宾说 中国大陆的这个海警部队 拿出什么 拿出这个斧头啊 拿出这些长矛出来啊 那当然是应该是冲突的很激烈 那么这一战的结果呢 事实上菲律宾在仁爱礁啊 基本上就锐气尽丝 然后呢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 那么最后呢 双方的外交管道啊 事实上又回复到这个怎么讲呢 谈判的结果 似乎又回复到这个好 在杜特地时代 就是说啊 由中国允许 然后呢在中国 经过中国的检视之后呢 让继续啊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上 让菲律宾的这个船子 是继续来运补这个好 马德雷山号后面 那七名陆战队 那所以菲律宾后来没有承认说是 要得到中国大陆的承认 可是呢许可 可是呢他也没有否认说 他运到这马德雷山号上面的各种好 人道主义的物资呢 是没有经过中国大陆的这个好 这些海警船的怎么样 检查的 所以呢这个 仁爱礁的部分呢 马德雷山的好像就告贷断了 可是呢菲律宾就另找了一个目标 也就是什么地方呢 这个地方叫仙兵礁 仙兵礁的位置 就是比较更靠近什么 我刚刚讲的菲律宾控制的什么 控制的我们的所谓的中叶岛 也就是现在菲律宾控制 原来在我们控制的中叶岛 这边另外一方面 他距离这个 菲律宾的巴拉旺省啊 就是说最南部 最西南部的菲律宾的省 也是距离比较近 所以在地理上 他比仁爱礁 对菲律宾来讲的话 他各种攻守 是比较占一点优势的 那因为我刚刚讲了 这个仁爱礁距离这个 中国大陆的 在南海的三大岛 美济岛大概只有14海里 很近的 所以菲律宾大概觉得 在仁爱礁上是没有胜算 那么现在就改攻这个仙兵礁 所以仙兵礁的问题 从去年4月开始 就不断的在提升 因为4月的开始 菲律宾把他的 两艘最先进的海警船 中间的一艘9701号 另外一艘是9702号 970号就派到仙兵礁 仙兵礁其实是一个环礁 所以他中间有个泄湖 他把这艘船直接开到 这个仙兵礁的泄湖里面去了 那在泄湖里面 从4月开始就没走 那中国大陆直到菲律宾 这个仙兵礁 阴谋不得逞 转移目标到仙兵礁 所以多次跟菲律宾交涉 要把这个仙兵礁 这艘9701号 9701号的菲律宾海警船 叫他赶快离开 那么中间有多次的冲突 那最后的一次冲突 没有什么时候 也是改变这个情势的 就是8月31号 8月31号 照大陆方面公布的这些 这些有关的这个资料 事实上9701号 被中国大陆的这个海警船 撞了一个大洞 也就是中间船有冲撞 也就是可能我们推断是 大陆的海警船 已经开始清场 要把仙兵礁上面 内泄湖里面 那个9701号菲律宾 赶出这个泄湖 然后呢之前中国大陆 大型拖船 可以戳5万吨船只的拖船 也已经到了现场 所以呢 事实上8月31号 应该可以 我们可以解读 是一个中国大陆 在仙兵礁清场的一个行动 可是呢 菲律宾大概做了反抗 那个情势 大陆也没有让它继续升高 可是以展现行动 来怎么样 保卫自己国土的一个决心了 那8月31号以后 菲律宾事实上话 就怎么讲 就 在外交上 就做了很多的动作 可是行动上 可能就没有任何的增援行动 没有再多这些运捕的 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8月31号以前 发生了很多冲突 都是因为中国大陆就想 跟 对这个马德雷三一号 你上面 虽然你有3000吨 你有几十个人 可是你要淡水 你要食物 你要油料补给 我统统把你断掉 所以在这个中间过了很多冲突 那中国大陆就是用断你的补给 断你的怎么样 油料水源这种方式 让你自来而退自己离开 那所以现在的情况下 应该还是继续对这个 在仙兵礁还没有离开的 970号进行这种 断水断电 这种方式来供应 那可是菲律宾到目前为止 970号 可能还是在这个仙基庙里面 那中国大陆已经警告了 大概就是要脱船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9月9号 菲律宾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菲律宾军队的参谋总统长 公开喊话 他说 不允许中国大陆强行拖船 拖哪一招 就拖那一艘酒精 可见中国大陆是准备要拖船了 那菲律宾 他说如果说中国大陆要拖船的话 那会采用 一些备用的计划 什么叫备用计划呢 他没有讲清楚 也就是说你如果拖的话 我另外要使出别的招数来 可是呢 就在菲律宾9月9号 他们的参谋总长做了这样子的公开的 这个喊话以后 9月10号 美国人就从幕后跳出来了 主动打电话 要求怎么样 跟中国大陆军区司令 进行视讯会议 那这场视讯会议到底谈了什么 双方都没有讲得很明确 可能基本上还是就是为了在 先兵交这艘船 菲律宾的海警船的未来的命运 那么做了很多的这些 我想面对面的很直接坦率的表现 因为美国为什么要这时候跳出来 因为美国跟菲律宾之间有一个协防条约 他的协防条约的第五条规定 菲律宾的公务和军事的船只 受到武装攻击的时候 所谓的arm attack 那么就会构成启动美非共同防御 美军协防菲律宾的这样的条件 所以呢 如果说真的中非之间有军事冲突的话 美国如果按兵不动的话 那所有跟美国签协防条约的这些国家 都会对美国这个所谓的这个条约承诺 协防的这个承诺会产生怀疑 所以美国我觉得他也对这个事情 有开始怎么样 也开始非常非常的关注 因为这关系他的声誉 所以对美国来讲 我的推测他当然是希望不要直接冲突 不要直接冲突 那怎么样不要直接冲突呢 那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一定会告诉美国人说 你不要直接冲突的话 那你就去告诉菲律宾人 叫他把你上船拖走吧 那么我想这个谈判 大概应该就是在这个阶段 那现在离9月10号 也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 南部军区的司令员 吴亚南跟这个美国的印太军区的司令员 这个帕帕尔两个谈话 到今天也有已经有两天了嘛 那现在整个的这个南海啊 在尤其在仁爱在这个先兵礁的情势啊 看起来还是没有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变化 那么到底会有什么变化 真的我们是觉得是相当相当的紧张 那么中国大陆会不会呢 呃就直接呢拖船了 把这个船啊赶走拖出去 那从理论上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如果是用拖船的方式 而且是用中国海警的力量去的话 那个应该不算是武力攻击 这个是双方的民事执法单位之间的一个冲凑 所以呢美国还是有他的什么 怎么讲解释空间 比如说你菲律宾你也没有被真正的武装攻击啊 这是你双方的海警船 这是好所谓的行政单位的这些好 呃这些好冲撞 所以这个美国还是有一个解释空间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啊 就看就好像是中美之间啊 就在玩啊谁先眨眼睛的游戏 谁的决心比较强 那么目前对美国比较不利的就变成就是说 美国在大选是要的 美国这个总统大选 现在已经为厄乌战争 对于什么中东的冲突啊 已经搞得怎么样 焦头烂额啦 如果再发现一个中非的冲突引发 中美之间的直接的对抗 或者武力的这个交火的话 那美国这个总统大选可是更热闹了 一定对现在的谁不利呢 当然是对现在的拜登跟民主党不利啊 所以呢 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目前这个阶段应该是 采取强硬手段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呢 事实上中国大陆是已经摆出备战 而且呢不惜一战的准备了 那么山东号最近已经从这个到南海区域 来进行各项演练了 那么9月10号同一天啊 也就是Paparo跟这个吴亚南通 视讯电话的同一天 中国大陆的海事局公布了一个新闻说 从11号到13号在南海划定一个区域 要进行实弹射击的演习 禁止所有的船只跟这个飞机进入该区域 那么这个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3点 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呢 这些都是一些对美国对菲律宾 施压的一个很明显的证据 所以呢 我的意思呢 就是目前呢 整个的情势对大陆有利 那么对美国来讲的话 他如果在这个时候呢 在东亚啊 跟中国大陆有直接的冲突的话 对美国来讲是雪上加霜啊 对拜登啊 民主党的选情是雪上加霜 所以呢 未来可能的发展 我觉得应该还是菲律宾会 自难而退 他的9701啊 这一艘这个海警团啊 即使不是立即 可是也会承诺一个时间 赶快离开中国的水域 掀兵礁是中国的水域 不允许菲律宾的任何船只 在中国大陆的这个 没有或者同意下 做这样子的停留 所以呢 这件事情呢 发展到今天啊 从一个非常紧张的情势 到一直悬在那边啊 还是悬在那边 所以呢 很可能 我们在未来一两天 就会看到 有一些啊 发展 那么希望是和平的 而不是剧烈的冲突的 不过如果会有一些冲突的话 我想我们也不会意外 那么这个问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就来谈那个 第二个 今天第二个主题 好 我们现在来谈 今天的第二主题呢 也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啊 重要的拐点在昨天发生了 也就是美国的民主党跟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举行啊 选举前第一次面对面的辩论 美国这次大选的投票日在11月5号 那11月5号投完以后 大概就定了 不过也很难说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就是说啊 四年前美国大选也是选完了 选完以后 并没有决定性的发展 选完以后美国反而大乱 一直拖到什么 一直拖到1月6号啊 结果呢 美国发生宪政史上 最大规模的一次国会被包围事件 然后呢 报名冲入到美国国会 哎 砸桌子砸板凳的 结果呢警卫开枪 一共死了五个人 到现在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共和党认为他们是合法起义 是怎么样 为了美国的民主而在 民主党的呢 说那些是暴民 那些是破坏美国民主的 这个问题在这一次 昨天的辩论里面 这个ABC啊 也是主办方的记者 还特别拿出来问 他说你觉得 那个四年前的1月6号 你觉得那些暴民有权力这样做吗 对不对 他们是不是都是一些犯罪 川普还说不对 他们啊 事实上啊 其中有一位被打死的女性 事实上不应该的 不应该被打死 所以呢到这件事情 还没盖棺论定了 所以呢 美国 这一次选举的结果 可能不一定是 11月5号就出来哦 我在这边先做一个预言 那我们还回过头来说 昨天的这场辩论 昨天这场辩论啊 那么到底谁输谁赢啊 大部分的美国媒体啊 一讲这个这个好 一辩论完美国的媒体 大概八成的媒体都说 这个卡蜜拉大赢 而且呢 这个好CNN啊 立刻公注一个怎么讲 公布了一个民调 说67%的人认为 卡蜜拉赢 其他人都认为啊 这个是 呃 川普表现很差 卡蜜拉啊 这个大胜 是不是如此呢 嗯 见仁见智 那么即使说 如果说是卡蜜拉赢了这场辩论 是不是他选举就必定赢呢 这个未必 这个未必 那么美国这样的大选呢 事实上 我觉得比往年的更复杂 而且呢 呃 现在 真的 你要说谁一定赢 没有人敢说 没有人敢说 不过有一些迹象显示呢 事实上的话 这次选举呢 可能又是一次怎么样 又是一次非常接近的选举 我们前一阵子 我们台湾有很多这些 对于美国事务非常了解的朋友 还有一些学者专家 也开始在预测 美国这次选举的结果 那大家也没有说谁一定赢 可是有几个情况 如果出来的话 那么 美国会有一些什么反应 有人说 我们国内有很知名的学者 他说 如果说 这一次选举结果 又是很接近的话 跟四年前的选举一样 那美国糟糕了 如果这个很接近的 又很不幸 又是川普以些为的怎么样 选举人票 或者说总的输的话 那么 美国真的有可能陷入动乱 因为川普不会接受 川普的支持者 这次可能会更 用更强烈的手段来反应 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 有两种结局 对美国来讲是好事 第一个就是川普选赢 赢得很舒服 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差距很明显 没有什么 这个选举作弊 什么这个计票作弊的问题 那么民主党也不会怎么样 不服 那这个对美国是好事 另外一个呢 就是民主党赢卡密拉赢 就是说贺锦丽赢 而且他赢的票数赢的很多 让川普跟他的支持者 没有理由来不接受 那个选举的结果 这样子就美国就没事 如果呢这个选举呢 又跟四年前一样 总选票很接近 然后呢这个好这个 选举人票也很接近 那么最后呢又是谁呢 又是民主党的贺锦丽赢的话 那美国很有可能陷入动乱 这个是现在大家对美国的这个看法 当然我们是吃瓜群众 我们对美国选举来讲 我们没有什么直接的受影响 对没有什么直接受影响 可是呢有的时候很多人不禁在想说 一个混乱的美国啊 可能是一个世界之福 不见得是世界之之 世界的不幸 因为问题就是说 因为美国在很多 对很多地区国家跟国家而言呢 美国是动乱的来源 因为这个不是我今天在这边说的 这个是川普批评拜登的时候这样的 他说他在上一次辩论的时候 这个川普批评拜登说 他正在开这辆车把我们开到哪里 第三次世界大战 哎很奇怪啊 这两场战争都不是美国参与的啊 俄乌战争美国没有派进进去啊 可是呢还有就是说以色列跟这个 这个巴勒斯坦的战争 美国也没有直接派兵进去打 那为什么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会说 告诉美国现任总统说 你正把大家死入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不打之招嘛 就这两场战争都跟美国有关啊 甚至说穿的都是因为美国所引起的 因为美国在背后啊 运作所引起的这两场战争啊 美国每天在运作这个哈 这个乌克兰加入北约啊 搞了久了以后 就真正造成俄乌之间的 只能用战争来解决这个议题啊 那死作用者是要加入北约啊 那北约是谁在主导的 是美国在主导 所以呢 美国人 不是我说的啊 这个是美国的总统候选人 告诉他的现任总统 他指出来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今天这么一个混乱的一个美国 就是因为世界两场战争同时在打 都跟美国没有关系 都跟美国关系密切 所以呢 如果美国有一天自顾不暇的话 那他就没有能力在世界上啊 再掀起这么多纷乱甚至战争 所以呢 对于对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也不是赤瓜群众啊 如果说美国啊 能够啊 就好像一个啊 这个啊 斗鸡一样啊 你先让他血放掉一点的话 他没有那么强的斗劲的话 可能啊 这世界会平静一点了 这个是另话 那我们回到昨天的这场辩论 这样辩论 事实上我今天看 我昨天在看完全部以后 我第一个感想就是说 这个主办单位 太不公平了吧 你事实上是三个打一个啊 你是两个主持人加贺锦丽 可以一起来打拜登啊 这个来讲的话 事实上在一个 比较讲究啊 所谓这个运动精神的美国来讲的话 就说你不是一个公平的比赛啊 你这个结果 你会让卡蜜拉 事实上他得到了很多掩护 让这个拜登受到了很多额外的攻击啊 可是呢 在观众的还没有决定的这些啊 要投给谁的观众看起来的话 他们会比较同情这个拜登的啊 同情川普的 不会同情贺锦丽的 所以呢 今天我看了很多美国的这些 媒体上的评论啊 有一个评论员他讲说啊 他说过去在这场选举之内 美国有很多叫什么 叫double hater 什么叫double hater 就是说他谁都不喜欢 他也讨厌贺锦丽 他也讨厌川普 他民主党候选人也不喜欢 共和党候选人 他是两个讨厌 他说呢 经过昨天的辩论以后呢 美国现在有triple hater 什么叫triple hater 他又多了一个讨厌的对象 讨厌的对象是什么 讨厌美国的媒体 像ABC这样子的媒体 媒体在美国的这个理论上说 哎这是第四权呢 什么叫第四权 美国有三权分立 行政 立法 司法 这三个权力分立 那后来他们说这三权分立啊 互相监督还不够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权力 在监督这个政府 让他不为恶 不贪腐啊 不怎么样做乱 他说呢就是媒体 所以媒体在美国人心目里 是第四权哦 哎是司法行政啊 这个好这个 这个立法三部门 另外一个美国怎么样 这个政经体制的 重要的一个部门啊 结果你昨天看了ABC 他们这种表现 那个记者的那种表现 你会觉得美国现在 什么第四权 垮了三个权 第四权也垮了 那这个对美国人来讲 是心理上很大很大的 一个什么打击哦 那么昨天这个现况 我就知道今天很多 美国的这些电视评论人讲说 他说这个完全不公平 为什么 他说他们叫fact check 也就是说事实审查 他说这个这些 这两个记者呢 对川普做了三到四次的 所谓的事实审查 也就是川普一讲完以后呢 这个记者立刻就说 我的资料跟你讲的是正好相反 你讲的不是事实 第一个讲到堕胎的问题的时候 他就说啊这个川普讲说 根据美国的哪个州的州长讲 这个怀孕了九个月 还可以堕胎 然后甚至这个出生以后 还可以决定这个婴儿的生死 那结果呢 他刚讲完以后 那个米记者出来说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你刚刚讲的不是事实 其实说实话 主持人他是不是参与辩论的 是不是事实他没有权利讲 应该是由卡米拉去讲的 那他怎么帮卡米拉帮权呢 另外一个川普讲说 现在美国的啊 这个犯罪率啊高到天啊 这个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这个到处是什么犯罪啊 这个都失控了 结果那男主人说 哎对不起 我们刚刚看到 我刚刚的资料我查了一下 根据谁谁谁 根据哪个单位的报道说 我们现在的犯罪率 比过去要低很多 当场就打脸川普啊 那川普又提了一个问题 川普说这个啊 现在啊 这个美国这些非法移民 为非作歹到什么程度啊 我听了这个啊 有一个地方讲说 他们呢 把当地居民的这些啊 宠物猫和狗都刷来杀了吃 结果那个呢 男主人说 对不起我们刚刚查过 你那个讲法 你那个是假新闻 他们当地那个市长 已经出来否认 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呢 就变成就是说 这三个 三个这个 这个整个的这个辩论会啊 除了贺锦丽在对付川普以外 另外两个记者一起对付 对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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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 我今天不是替川普讲话 我是觉得你基本上 你作为一个媒体的话 你就是一个中立客观嘛 你不能有立场啊 你是要报导事实 然后要平衡的报导 然后呢 而且这是这两个人的辩论会 你这个主持人 是提供一个好 一个环境 让两个人去进行充分面 你怎么也跳下去呢 也就是说好像打拳击一样 这两个拳手在上面打 那你这两个是裁判 怎么两个裁判下去 跟一个拳手一起打 这个是美国整个现在体制里面 我认为一个怎么讲呢 一个高度腐败高度怎么样 制度瓦解的一个迹象 所以呢 美国这个国家不是说 这是美国人的事 美国人觉得忧心忡忡 川普讲 美国正在衰落 美国这个国家正在瓦解 美国的民主正在怎么样 走开倒车 共和党一样讲 共和党说 川普这些共和党的人正在怎么样 把美国 在摧毁美国的民主 在摧毁美国的法治 然后呢 川普说 拜登这些民主党人正要怎么样 教导美国人不爱国 然后呢 要怎么样 变成一个什么 极权主义 要把他们的意识形态 强加入我们的学校体系里面来 不准美国人爱这个国家 美国这些问题 这都他们自己讲的 那今天 我刚刚讲说 所以呢 美国有double hater 两方面都讨厌美国的 美国人呢 double hater 既讨厌川普 又痛恨 用hate 既痛恨川普 又痛恨贺锦丽的 这两派人 今天又加一个 就痛恨美国媒体的 所以呢 这场辩论呢 我们先孤不论这样子的一个 他里面谈了些什么 不过呢 整个来讲的话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变成 美国这个国家的体制 已经乱到不行了 乱到不行了 过去我在美国住过很多年 我还没有看到媒体啊 这么公然的 那办一场总统辩论会啊 他那个媒体可以这样子来怎么样 来把自己的立场加入到 这场辩论会里 到这种程度 这是一个美国整个 我觉得媒体的一个什么 堕落跟美国 美国媒体沉沦的 一个最好的例证 所以呢 值得痛恨的是美国 跟我们这些 非美国人无关 不过我们只是觉得 美国老是觉得自己的体制 都是放诸四海皆准 他只能用他的标准来看别人 啊你这个新闻不自由 你那个什么 今天美国自己表现出来什么 我们看了这场辩论会 真的是啊 真的是啊 觉得 请以后美国人不要再对我们说教了 你也不要去干涉别的国家的事情了 你们那个街头又脏又乱 又一大堆游民 然后呢一大堆什么 无业可失业的无家可归的人 然后呢 美国抢在加州那些零元购 那些人进到店里面随便拿东西 警察也无权管的这种现象 这是今天的美国啊 你自己都没有管好 你天天去管别人干嘛 对不对 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领土纠纷 如果没有美国在那边缴的话 会搞成这样吗 会搞成今天这些问题吗 所以你美国最重要 你不要再自以为是啊 你要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多严重啊 美国现在的人民生活在一个什么 无奈状况 Triple Hater 都不喜欢 对 你连自己人民都不喜欢的一个 两个政党 然后你组成的政府 再加上美国人民也不喜欢的媒体 你还有什么资格 你还有什么条件 来对别人说三道四 来告诉别人 你这样做对 你那样做不对呢 自己先把自己搞好嘛 那这样辩论结束之后呢 我今天早上看 哎很有趣的 各位不要忘记 今天是一个历史上重要时间 叫9月11号 911 911这件事件改变了美国的命运 因为它影响了美国 影响了美国的对内跟对外的政策 尤其对外政策 所以呢 事实上 它也影响了这个世界 911事件发生以后 事实上 美国当时想要集中力量 来对付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策 延后了20年 2000年 911嘛 911嘛 那个时候 美国本来小布希上台的时候 啊已经怎么讲 已经这个好 已经 磨刀祸祸祸了 准备 对好 超乎他们预期想象发展之快啊 进步之快的中国大陆下手 可是 911事件一发生以后 美国的整个怎么样 国家的重心 对内的重心 对外的重心是什么 就是反恐 一反恐以后呢 美国的敌人呢 就变成不是 不是中国大陆 也不是俄罗斯 也不是谁了 恐怖主义 全球追杀恐怖主义 然后结合所有其他国家 一起来追杀恐怖主义 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中国不再是美国主要打击对象 然后美国花了20年时间 在跟所谓恐怖主义作战 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呢 具体来说 中国的东突 也就是江独组织 被美国政府公开宣布 它是属于恐怖组织 因为他们在抓到的很多这些 伊斯兰恐怖组织 里面发觉 怎么有中国新疆来的 发觉原来 这个东突 它跟这些恐怖组织 是同源一脉的 所以他立刻就说 东突也是恐怖组织 就是跟中国政府合作 来剿灭这些东突集团 就是美国的 中国不是主要敌人 恐怖组织是主要敌人 所以才会把东突 把它是列为 美国公然宣布它是恐怖组织 可是美国处理完了 这个所谓的恐怖组织以后 目标转上中国 同时呢 东突在美国的这个国务院里 公开宣布说 它已经不在我 它已经不是同步组织 同样一个组织 会因为美国的政策 而改变它在美国这个 这个政府里面定位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911呢 今天这个川普 跟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彭斯 还有呢这个拜登 还有这些卡米拉 同一同出现在纽约事 办的一个追思仪式上面 然后呢这个川普接受记者访问 川普说昨天的这个辩论非常的好 我获得了压倒性的成功 我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然后呢记者说你们还要不要继续再变呢 再办第二场 本来美国媒体放的谣言说 川普已经拒绝进行第二场 因为他第一场被修理的太惨 那川普当然就说我们欢迎啊 可是呢这一次要由我们来决定 是哪一个媒体来做什么 来做主持人 我指名CBS跟福斯新闻 也这一次上一次让你的ABC 昨天让你的ABC 三个打一个 这会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 我下一次要跟贺锦丽辩论的话 对不起 有我们亲我们这个共和党的媒体 出来主持才可以 那现在这个条件开出来 就看这个贺锦丽他同不同意了 那这个美国这次总统大选呢 很多人就看政见看什么 看这个政党认同 其实我觉得政见跟任党认同 可能最后敌不过一件事情 抵不过美国人的种族主义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种族主义呢 你四年前啊 基本上来讲的话 八年前 一个两个白人选 八年前两个白人 虽然是一男一女 可是还是两个白人 四年前是两个白人选 那今年再选的时候一黑一白 这个时候对美国人来讲的时候 是种族的认同高于政见的认同呢 还是政见的认同高于种族认同 我觉得两者皆很重要 也就是说卡米拉可能面临的最大的关卡 是她的种族背景 也就是说美国在接受了这个 欧巴马的这个 这个四年八年的这个总统任期 是不是已经心里又康复了 能够接受一个非白人的美国总统 这个是一个考验 那你都会认为就是说 哎呀现在美国你看黑人不得了 都出来选总统啊 这个西班牙裔也不得了啊 声音很大 可是我告诉你 美国今天还有63%左右的人是白人 白人在这个里面呢还是美国可以支持 还是在主导美国政治社会发展的主流 这个最主要的族群 所以昨天在演讲的时候 我看卡米拉眼神鄙视 眼神鄙视 然后嘴巴表情嘲笑 这个拜登川普的时候呢 我认为她冒了一个险 也就是以她的种族背景 她的公开常活啊去鄙视 去嘲笑一个啊 代表啊 美国正统价值 美国要恢复重新掌握 把美国赢回来的一个白人候选人的时候 她卖了一个很大的险 那这也可能是她今年选举上 她必须要特别要注意的 如果说她在种族问题上啊 她忘记她自己种族背景啊 而做了一些愉愤的事情啊 太过怎么讲太过怎么样 得意忘形啊笑得那么开心啊 那很可能会激起啊 本来啊不会支持川普的一些白人啊 回去投来投川普的票 所以呢很少人从这个角度看 那因为美国社会不会去谈这个问题 美国现在谈种族的是一个禁忌 我们不是美国人 我也不我也 我们也不在美国 所以我们做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我认为种族问题还是在这个啊 种族背景在这选举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我不能说谁一定会当选 不过我觉得谁犯的错误少呢 谁就会当选 不过最可悲的就是说啊 一个这么大的国家 人才积极的国家啊 自认为自己的体制是优于一切的国家啊 居然他的人民在面临这场选举的时候啊 是在啊 他比较不痛恨的人的中间 选一个人出来当美国的领导人 这个体制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真的就是啊 我觉得已经啊 已经需要重新啊 来好好检讨 重新来啊 要加以改革了啊 美国需要的是什么 美国不需要 美国需要的不是什么 make America again 美国需要的是什么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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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这么自大的人 自大的国家他会改革嘛 可是呢 只能说他不改革的话 这个国家的未来啊 就跟大家对他的预测 跟川普 跟对自己美国现状预测 就是不断的什么 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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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那么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 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围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